大家好, 歡迎收看綠營闖蕩 兩位, 最近有個電腦病毒很猖狂 你們家裡的電腦安然無恙 可以嗎? 放心吧, 我跟了專家意見 回覆了資料, 還有更新的軟件 安全系數值得90 Siri, 你太年輕了 我更厲害, 先吞著臉 而且我窮, 沒有人騙我不用怕 安全系數是100 厲害 不過這病毒跟他的名字一樣 中了真的想哭了 但如果跟這個騎士做對手 一樣會想哭 5. 上星期的沙田日菜 是1.雷神的停賽日子 而2. 潘頓就要爆了 他憑著黃蝦王, 輝廠, 姓德威 幸運美金, 以及勁精神 還送五場頭馬 絕對是送給老婆的最佳母親節禮物 4. 各單位注意 2. 今個星期日將有一份小鮮肉 由南非空運到港 說的就是 近年在南非當時得令的 20歲騎士, 麥偉莉 這位2015至2016年度 南非冠軍見習騎士 出道至今 已經累積200多場頭馬 認真厲害 今個星期日 他將會在沙田小試牛都 至於他可不可以流到貴尾 大家就要留意馬妹的最新消息 3. 馬妹 來到5月 跑馬地馬場舉行了一個 以法國為主題的Party 讓大家可以盡情體驗法蘭西文化 除了有法式美酒加饒之外 17和24號晚上 還會上演三項焦點賽事 包括 法國賽馬會杯 法國五月杯 以及蘇特欣杯 有食有鬍體 還有精彩賽事 正啊 No. 2 練馬師高伯伸 近期首封幾順 上星期六更加憑著無限欣賞 勝出今季第13場頭馬 星期三的谷草夜賽 他派出的賽區結飛 3月中上陣谷草12米賽事 在排12檔的情況下 依然贏馬而回 雖然4月25號曾經不良於行而退出 但之後很快就復貨 金箭再由贏馬拍檔偉彈押陣 可不可以再下一城嗎? No. 1 本年度香港馬跪最後一場一級賽 屠城2,400米的 渣打冠軍汽車打杯 即將在5月28日隆重上演 這場三冠大賽押足戰 報名名單昨天已經新鮮出爐 想知道最新戰況 記得留意我們的報導吧 Come on, 車得風 什麼車得風? 這是法文吧? 對 你是不是中毒? 當然不是, 人家約了一個美女見面 當然了, 還約了一個混合的美女 實行跟她過一個法國的浪漫之夜 Caman Chalafu 大家好, 我是Hun Gala 大家好, 我現在去泡沫地馬場 好像很好玩 停工泡沫地馬場 搞了一個法國主題的派對 所以我的主持朋友Ban仔 就約我過來一起玩吧 究竟法國文法 如何跟蔡瑪碼交通 留意見 謝謝 香港人, 我叫你香港人 Carolina 你好… 你好… 為什麼我剛才叫你喊得這麼大聲 你聽不到我說話? 不好意思, 因為這裡的東西太精彩 我看不到你 好, 那我先替你的粉絲們 你好, 你好… 其實我家是錄音總統主持朋友 斌仔 對, 我們錄音總統的斌仔 你好 剛才在這裡逛了一會, 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是廢話 什麼廢話? 廢話 廢話 對… 對嗎? 意思是很聰明 或者是有很多東西玩的感覺 既然這樣, 你的法文又這麼聰明 很聰明吧? 很聰明 我也覺得我自己有… 你很聰明 對, 有比分法文的感覺 不如這樣, 今天我和你到處玩玩 你就教我法文, 好嗎? 可以了 好, 那我馬上來了 好, 走吧, 我先走了 這個派對除了有直播樂隊座慶之外 每個星期還有不同的雜技和舞蹈表演 今晚我們一場來到 當然要體驗一下法蘭西文化 品嘗一下法國美酒和美食 這個來自布爾根地的產區的紅酒 我想問一下, 法國人喝紅酒嗎? 有特別有什麼, 譬如說的東西 或是乾杯, 是否這樣乾杯? 會, 其實你喝酒的時候 你一定要說… 乾杯 即是… 乾杯 對, 乾杯 乾杯 好, 乾杯 好, 好 接著我們又嘗試吃東西了, 好嗎? 好, 我們有很多盤不同的食物 先介紹一下, 中間這個就是 田螺、鴨乾、小雲灘, 好嗎? 對 然後我們旁邊這個就是法國的燒蔥底 再配香草 至於哪一邊, 也有少許海鮮 有些青口和烤蔬魚 例如法國餐廳的時候 有時候你看到那個菜單 對 你不懂那些字是怎樣的 你可否教一下我們 如果你看到進入… 進入… 進入就是開始 它本身是那個餐牌最前面 對, 接著之後 如果你想買那些主菜 你也要看看有沒有… 最主菜 很棒, 試試嗎? 沒錯 好, 試試這個 烤蔬魚, 好嗎? 很香的 香, 是不是嗎? 你吃吃嗎? 對, 真不錯 慢慢吃, 挺棒的 不是, 棒 我覺得很棒 不是雞肉雞、魚肉的味道 是整件事, 烤完之後 有種法國菜的感覺 很棒的, 是嗎? 很棒 好, 我想問一下 例如說我們想叫烤魚 烤魚? 對, 那我們怎樣說 烤蔬魚, 烤蔬魚 烤蔬魚, 烤蔬魚 好, 先試試這個 我們要試試這個雲吞 先試試看 看看是怎樣 好, 那就加一點的… 醬汁 對, 那就有… 我先試吧, 好嗎? 醬汁, 好嗎? 然後, 原來是很棒的 真的是粥料, 輕一點 而且炸的味道不是很油膩 對, 不太油膩 我覺得… 因為我本身… 因為我本身很油膩, 但它真的不油膩 是, 好, 這就是第三道菜 我們就有這個燒蔬雞 你知道雞是法文怎麼說嗎? 怎麼說呢? 烤蔬 烤蔬 不是 烤蔬就是雞 烤蔬就是雞 這就是薯仔 薯仔是… 應該是薯仔 薯仔是什麼? 薯仔… 我給我 跟我想說剛才的雲吞的醬汁 那個醬汁更好吃 吃完法國食物, 要結帳 對 結帳的法文應該怎麼說呢? 我可能教你簡單一點 我可以選擇嗎? 很容易 師傅, 麻煩你 這個女生給… 什麼? 你給我 別走 再見… 來到派對玩 外形上當然要配合一下主題 想增添個人的髮色風情 對了, 找這裡的駐場化妝師 畫一個紅白藍色的彩繪 這樣就對了 說這麼快就變身了 又是時候再找個好位 欣賞一下精彩的賽事 進來馬場, 泰菜馬 上大喜就可以說 是 阿咧… 阿咧… 要連著說的 阿咧… 阿咧… 對, 阿咧 這就是法文的加油的意思嗎? 對, 是法文的加油 那就對了, 因為接下來五月 大家進來這個馬場 因為法國五月有三個杯賽 記得留意 包括五月十七號的法國五月杯 還有這個, 法國賽馬會杯 另外, 月24號也有這個 蘇特金杯 這三個賽事大家記得留意 還有看的時候就學了這句 就是阿咧… 對, 阿咧… 這樣就很有法國氣息了 看一看, 後面也… 看不見了嗎? 對 阿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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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完成了 好… 好了, 這次是第二次利馬場 那次 geht到這次 香港 我之前本來沒去過麻場 其實我移住外國的時候 我沒有去過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像南貴方 既很漂亮, 而且也好玩 而且我剛才看了那些抹泡布 真的很緊張, 很刺激 其實下次我一停 一定會帶我幾個朋友一起玩 好了, 這次回來是這裡 下次再見, 再見 五月的跑馬地真是全國際 那就不要讓他停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請來嘉賓聲音導航 帶大家遠飛到拜 沒錯, 我們有馬主寧機位 分享一下他的外區卓力之城 遠征杜拜的參賽經驗, 不要走開